大家好,我是飞鸟 今天要錄的這個影片是4月27號 我打大師賽的一個智戰解說 那打這一場之前呢 我前兩場一樣都是四位 而且都是負分負點 蠻多的四位 那今天這一場先講結論也是一個四位 但是這個四位雖然是兩萬多點的四位 但是我覺得是這三場裡面打最差的一場 那今天就是算是自己自編吧 當作一個反省 就是把這個排局裡面我認為 問題比較大的點 跟大家稍微分析解說一下 可以當一個反面教材 那直接從哪一開始好了 這一局是一個關鍵點 就是大家看實況也知道 就是少年就是這時候開始 有點變臉了 因為這真的是 不是非常的理想 這個我們把手牌跟帶牌打來看一下好了 那這個過程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只是可以看到對面很快的就碰一個籃 就已經是雙籃的三面聽牌了 已經是抖拉斯就是3900的聽牌了 那這時候摸到6萬 就是先打2萬打架 其實這個時候我沒有在不太 不太考慮防守的事情 那時候我是想說 因為69的張數很少 那其實我是想要 因為你留566的話 這邊如果摸到一個7柄的話 那你這邊就可以固定抖拉 那你的兩面就可以去聽4-7的兩面 那他的張數會比 6-9張數多很多 那這邊摸到5的話 那當然是打6啊 除了上年實況有提到的紅5萬以外 那6萬 因為6萬這邊9萬也剛過 那所以其實 6萬之餘258這邊 算是稍微安全一點點 稍微而已 那這邊 這邊保留這個556 一樣就是期待繼續摸 摸到7柄 那我一樣把這個556 就是可以7柄固定抖拉 把556這邊 當作是一個後備的兩面性這樣 那這裡 這裡實戰 我選擇的莫廷就是 其實我沒有 就是這個比賽的意識 沒有貫徹到太好 因為這個比賽是一個 二聯盟規則 就是一個正義的馬將 他的一位的順位馬 比二位的順位馬 還要多很多 那 這個部分 因為9柄沒了只剩下6柄 而且6柄是 排3 這邊 呃 排3這裡限一張 所以其實剩下3柄 那 這個部分如果打天鋒斷位的話 我覺得莫廷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可是如果是二聯盟 就是我們這比賽規則的話 不利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因為這比賽就是要正義 那這是一個擺明正義的機會 因為已經立平抖拉人 那 呃 自摸中禮的話 就是一個馬貫手 那馬貫的話 就已經立轉上架了 那 這很明顯就是一個機會手 那結果 實戰 沒有去針對這個機會手去例子 反而錯失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而且 而且這個我們用結果論來看的話 它其實我們有重力 那其實這個牌之後 自摸了 那這邊是一個 錯失一個自摸滿貫的機會 就覺得 有點可惜 就是實戰少年 看到這裡也有點掌摸下去 其實這是 如果以二聯盟規則 就是以比賽規則來看的話 是一個蠻嚴重的失誤 那 其實像我們一般打斷位的話 很多這種牌 都會看到人家摸進這種牌 然後去自摸這個 都會笑人家 哈哈哈哈 那個棒槌怎麼樣的 只有自己實戰 自己也發生一種那種面試的失誤 就 檢討改進吧 那就是有時候就是這樣子 就是如果說 這個 這個其實實戰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掌摸 那自摸的時候 我會 我是覺得 呃 有感覺有點不太對 不太對勁了 那很多東西 就是這樣一環扣著一環的 就是 你度了前面 你後續 如果路續續 就會有一些東西 遺甩到這樣 那 再來第二個點就是 南山 我覺得這個是 前面是一個大失誤 我覺得這邊南山也是一個很重大的失誤 只是 實況的時候 可能 大家不太 不太能 意識到這邊的失誤點在哪裡 那我跟大家解說一下 好這邊一路上前進是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 那 留這個七萬呢 也是 想要 去做它的延伸 就是 延伸開來 會變成一個有皮膚型 然後會有可能帶斷腰的可能性 那這邊其實 呃 大腕子已經沒了 我是想說要 考慮把它轉掉 因為這時候對面立直了 那時候 不知道這個六萬就非常好 那 就是 進入原本的路線 而且這邊還有斷腰 或者是一杯口 就是斷腰一杯口的情況 就是斷腰一杯口的情況 那這裡 沒有 不太想簡單下車 那這裡摸到一張 呃 四條 這張四條 又摸到一張三張西 那就有點不太想打 那這裡的棄腰順序 就有點問題 就是 啊 這裡打七餅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跟對家的信物嘛 好 那 就是 上家切二餅 然後這個時候 也摸到一張發 呃 這個時候 其實問題蠻大的 就是說 如果說自己要棄腰的話 你既然都要切三萬了 你不如就是 持續再切七餅 因為 七餅就過了嘛 然後 然後 就是 其他的東西 其實相對來說 其他家的信物 那這裡 如果說以這一手來看的話 切七餅 會好一些 餅切三萬好一些 那實在也影響到結果了 就是 在同學的時候 你往上架立直了 哇 自己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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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 兩邊的共和安排都沒有 因為其實如果說 你針對對家防守的話 很簡單就是 你居然還有個發啊 還有個七餅什麼的 隨便切一切 都可以過到最後 可是這時候 上架立直了 因為 簽訂就非常的麻煩 你原本可以 這些七餅啊 發啊 可以過的牌 衝衝都沒有了 那就變得非常的尷尬 結果實在就是 切二萬去點 因為二萬是全場的 no chance no chance 所以 點這個牌就是有點 低水準的 就是 企乎順序不好 就 你要說 就是你把那個 段位遮起來 你說這十段打了 就根本沒人相信 對 就是 所以說 這一個 企乎順序的話 就是一般 我們會很常見說 就是譬如說 可能 呃 特奉升降機啊 可能打得出這種東西 所以 這種東西 我就覺得說 是實在打成這樣子 我就覺得說 哇 這個完蛋了 這個 也很不好 就還有沒有重力 可是就是 這種事情 就是 你一個犯錯 齁 就是 鳳桌比特偷的容錯率又更低 那 你說這種比賽 大家平均都最高到九段以上 那 他的容錯率又 再更低一點 那 一下子就是 變得說 欸 原本自己這樣意味了 結果自己已經掉到快要死死了 那 男士這邊的話 這個 這個 沒有那麼絕對 但是 我覺得 還是 不太好 欸就是 就說像這裡 莫廷也還 OK啊 因為 69很少 而且其實 呃 還會有一些 而且自己盤子也夠不大 所以這裡其實 沒有那麼絕對 我覺得 那這裡摸到四萬 其實 動發很多 那 欸 雖然說感覺 他們全場的速度都 蠻快的 但是 其實就是 因為蠻快的 所以 他們其實也有可能摸到 打給你 然後就 就 虎了 而且這個牌其實 它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你自摸也是 輕跳 因為 到底要打到四了嘛 那所以 你知道自摸輕跳 跟 立直輕跳 沒這種理一樣 都是跳嘛 那 呃 其實這個牌 因為其實 主要是 大家的點數都很接近 那這個牌其實 我覺得 也是有一個很大的 默聽空間 這其實我覺得 在實戰的話 也算一個失誤吧 其實可以默聽啦 我們 再以結果論論來說的話 其實 呃 下架已經聽牌了嘛 那 其實它幾乎 就是 有什麼牌 差不多的它就衝了 那 這邊因為我們立直 它只能跟現物 不然它應該也是一條就出去 然後 發起來也有可能 出來了 那就不會造成說 欸 對面立直 然後 下架 為了 因為自己欠過四餅 那下架 就防輕的情況下 就是欠金牌 跟七餅 然後就點了 然後還剛好 點三九自己吃四 就是 就是 呃 有一個 不理想的狀況出現 然後就會影響到 有點 有點 迷環 迷環的 失誤發生 然後就會造成這種 不好的結果 對 這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蠻大的負面教材啊 那我自己是覺得說 我的心態 就是前章場復分 其實我的心態沒有太大的起伏 反而是 那一場打完之後 我覺得 真的不是很好 對 那 簡單的解說 就到這邊啊 嗯 大家可以當作一個 負面的 題材 來做參考 那有 對於這個 影片啊 或是對於這個 排譜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在影片上發 討論留言 那我看到的話 我會盡快的趕快回覆 好 謝謝大家